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进入马太福音 第27章了 因为27章总共有75节 那么的长 好 那我们今天所定的主题就是 天国君王受苦 为开通 修恩之路 蛮长的主题 对不对 那这里主要讲到说 主耶稣基督 怎么样为我们受苦的原因 是因为他要完成救赎的计划 所以他开通了 修恩的道路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分段是怎么样的分 总共有75节 那我们来看 好 我们看到了 让我看看一下 对不起 这是66节 不是75节 66节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分段 那 第一节到第十节呢 就讲到 君王被捆绑 我们知道呢 昨天我们讲到呢 这个犹大呢 出卖了耶稣嘛 所以呢 耶稣基督呢 就被卖了 犹大呢 就给这些 祭司和长老的这些 就被抓去了 把耶稣绑起来 然后第二呢 就是讲到君王的无辜 因为 耶稣基督 那这个犹大自己也后悔了 他也知道耶稣无罪 因为他看 他本来以为说 只是教训教训耶稣就好 他没有想到 祭司会这么认真 要把耶稣钉死的 但是后来 他知道 他们决意要把耶稣钉死 他就后悔了 他就后悔了 然后呢 他本身也证明 耶稣基督是无辜 然后比拉多也是 证明耶稣是无辜的 但是呢 没有办法 就是耶稣基督也被 抓去给罗马兵 吸弄 因为 这个比拉多呢 听到说呢 这个大众的要求 然后呢 我们看到耶稣就 给罗马兵羞辱 好像那个 Passion of Christ的 那整个画面 有没有 然后最后耶稣 就上了十字架 上了哥哥他上上 在十字架上 被钉了 后来呢 他有讲过一句名言 叫做成了 It's finished It's finished 那么呢 耶稣基督的救恩 必须是耶稣受死 埋葬 然后复活 才可以完成 但是耶稣在十字架讲 他成的意思是说 他在地上该做的事情 都做了 接下来就是 上帝使他复活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第一呢 第一节到第十节 那因为今天 经文很惨 那我就不读了 如果你有圣经 你跟着我们 我们发现 第一节就说了 到了早晨 中西市长和民间的长老 大家上一要 制使耶稣 就把他捆绑 捆绑 解气 交给 寻吾比拉多 因为当时 犹大帝是 罗马在掌权 所以呢 地方的王 地方的王 这个统治 西利王呢 跟基斯 他们是没有权柄 可以定了 是罪的 只有寻吾比拉多 才可以 当时的 政治的行政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耶稣基督 本来是神的儿子 他有 他有权捆绑 任何一个人 对不对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本来有权柄捆绑 任何一个人 没有想到呢 他反而被人捆绑 不然被人捆绑 而且呢 像犯人一样 弟兄姐妹你说 这是不是何等的 一个耻辱 耻辱呢 然而 耶稣基督呢 他被绑 是他情愿被绑 因为他情愿被绑 情愿为我们受死 在十字架上 乃是因为 他爱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 主耶稣是为了我们 而受这些痛苦 对不对 这个以赛亚书也有说嘛 他为我们受边上 对不对 为了让我们得平安 所以他是替我们而受的 那因为他被捆绑 不是因为他有罪被捆绑 是因为我们的罪 他替了我们被捆绑 所以呢 我们这些罪人 就是因为耶稣的代替 成为我们的 redemption 他redeem我们 救赎了我们 所以我们这些罪人 才能够得到释放 所以弟兄姐妹 每一次我们领受 圣餐的时候 我们要常常想起 今天这个画面 是因为今天我们可以 在这里 不再被定罪 不再活在 属黑暗罪恶捆绑里面 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所以我们看到呢 每一次在服侍当中 有时候我们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或者他人的救恩 有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 就比方说我们跟一个人 有一些的 可能有一些的口角 有一些的疙瘩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要服侍他 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 我们为了福音 我们请愿 放下自己一切的 right you need to give up your right give up your right in order to get somebody safe in order to get somebody redeemed be redeemed by Jesus 就是我们看到 在服侍当中 是不是有时候 因做他人的益处 我们领愿放下自己 但是我们看到 很多人常常是为了一口气 为了那口气 不愿意放下自己 反而耽误了神的救恩 在某一些人的身上 因为我们恨某一些人 我们不想去跟他传福音 我们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这样一个知识 我们拦阻了这些人来信了耶稣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呢 如果有的话 我们要赶紧回改 好 我们再来看犹大 那因为我们看到犹大 我在想了 犹大本来只是想说 可能 祭司长把耶稣抓去打打 警告耶稣基督不要再去传福音 可能就好了 就OK了 他没有想到 万万没有想到 祭司们文师们就是要定耶稣的死罪 跟耶稣施不了力 所以后来他看到耶稣 已经被定罪了 所以在第四节这里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 为什么他还说他卖了无辜之人的血 因为之前他不认为是这样 因为他以为说 可能这是我传 他可能认为 祭司长们不会这么严厉的对待耶稣 没有想到 已经超过他的想法 所以他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 犹大自己做见证 他做这件事情 耶稣基督是无辜的 然后他说 是有罪 因为他做这件事情 他自己有罪了 他们说 那以我们有什么相干呢 你自己承担吧 我们看到 你看 那个祭司们 他把这个三十两一纸 还给他们的时候 他说 那以我们有什么相干 这是你搞出来的 你要自己承担 那我们看到犹大呢 他非常非常的内疚 因做这件事情 感到很后悔 但是他没有悔改和认罪 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我们人有软弱 我们有时候会做错事情 我们会后悔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不要因为有后悔 但是却不认罪 只是想把我们的 做了一些事情 就像犹大把钱想要还回去 来弥补一下自己内心的内疚 以指责 其实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的 逃避跟淹事而已 这个犹大他没有想要悔改 他只虽然有内疚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找出任何的理由 来弥补我们内心的愧疚 我们的确要做的是什么 要自己呢 需要去承认我们的错误 后悔了 然后要向神悔改 不要只是后悔就停在那边 我们后悔了 我们就要悔改 我们要请求上帝饶恕 那事情才可以解决 要不然严重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像犹大一样 内疚后悔 被罪缠绕我们 一直走向自杀的道路 那我们再看 那接下来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呢 是讲到呢 耶稣基督呢 被抓去行无那边 被受死 那我们来看一下十八节 行无言之道 他们是因为什么呢 什么原因他们抓耶稣 因为基督才把他解了来 所以你看这里呢 其实的彼拉多都很清楚了 这些基师们都是因为妒忌 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基本上耶稣基督 就是他们当时来说的 这个是他们犹太教的问题 但是他们却把他带到 外邦的 这个掌权者的手上来受死 你想想看 如果教会的问题 有什么事情 切找外面的法官 律师 来 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会不会很羞辱呢 而且 彼拉多也知道 祭司长跟文师们 是因为 基督耶稣 所以呢 十九节说 正座堂的时候呢 他的妇人打发恩来说 说大人啊 大人啊 这个义人的事 你一点也不可以管 妇人说 因为妇人今天在梦中 我看到呢 他受了许多的苦 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彼拉多的妇人 梦到呢 耶稣是无辜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首先 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无辜的 第一呢 犹大自己证明 耶稣是无辜的 所以 耶稣并不是因为犯了罪 被受审问 他是无辜的 所以 犹大师策判耶稣基督的 主谋人 对不对 所以 主谋人自己都已经证明 耶稣是无罪无辜的 所以 主谋人既然已经讲 他是无罪 就表示 没有什么好控告 对不对 耶稣是无罪的 不需要再控告 因为主谋人都不控告了 所以没有真人 也没有真迹 也没有任何的真迹 如果没有真迹 再下判的话 这就是无辜 所以彼拉多就 洗手不干的 他说 你们要定罪 那是你们事 就跟我没有关系的 所以彼拉多自己也证明 耶稣基督是无辜的 我们来看 西伯来书4章15节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系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收割 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西伯来书证明 耶稣基督没有犯罪 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将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所以说神使耶稣基督 无罪的成为有罪 好将我们 因作耶稣基督的无罪的救赎 我们可以称义 所以我们看到11节到17节 彼拉多在审问耶稣的过程中 看不出耶稣有什么罪 所以18节他就说了 他也很清楚明明知道 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 都是祭司们的妒忌 文师们的嫉妒 所以再加上他的妇人 也告诉他耶稣是义人 所以24节他说什么 所以他就说了 留着义人的血 罪不在我身上了 你们祭司们去承担 可见耶稣基督没有罪 而把他判成有罪 又判成死刑 那才是真正的冤枉 才是真正的无辜 弟兄姐妹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神引起这些事情发生 因为无辜的耶稣 为什么要死 无辜就表示清白无罪 所以唯有耶稣基督的清白无罪 才能够救我们 因为有罪的人 救不了有罪的人 只有无罪的耶稣基督 才有资格救我们 才能够成为挽回击 才能够救赎我们 才能够挽回击 所以因耶稣是无辜无罪 他才能够救你跟我这些的罪人 所以耶稣基督这位亲王的无辜 就证明了他就是成为那一位 带罪的羔羊 所以你看到耶稣 看到耶稣来的时候 他就说 看啊 神的羔羊 看啊 See Look The Lamb of God is coming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那带罪的羔羊 他是无辜的 第三 耶稣被吸弄 我们看到27节到32节 就看到了 罗马兵 他们就吸弄的耶稣基督 有没有 我们看一下 那27节 这里说什么 寻无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 叫全营兵都聚集在哪里 他们给他脱下衣服 弟兄姐妹 你看看一下 有几样他们怎么羞辱耶稣 他们脱下耶稣的衣服 穿上一件珠红色的袍子 为什么 因为耶稣说他是王嘛 所以这些兵就吸弄他 所以给他脱下衣服 嬉笑他 这是 Mock and laugh at his identity 他是一个王 he is a king but then mock at his identity of a king the king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他们笑他 去笑他 弟兄姐妹 有没有被人笑过 你是基督徒啊 然后第二 第二 穿上一件珠红色袍子 他们是羞辱他 羞辱他 今晚的什么 你讲是今晚 OK啦 你是今晚 给你穿上今晚的袍子 就笑他嘛 对不对 你们是基督徒啦 OK啦 让你成为基督徒啦 阿门 阿门 有时候我们就是人会笑我们 野兽宅啊 你们是阿门 我们来敬拜 我曾经到过纽西兰 一次我去到一间教会 那个教会是一个中文呢 聚会是像一个英文教会租的 然后呢他们在某一天的下午要练习敬拜 就跑进了几个百人的这个年轻人 然后我们在台 那当时我们的长老 有在那边 然后年轻人在 在教会的年轻人在那边 就是在那边彩排敬拜上面 然后呢就几个百人的年轻人 一直进来在那边故意的作弄那种 他们是在挑衅喜笑 羞辱耶稣 哦在那边归下 然后继续说 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 然后在那边笑啊笑 假装好像在敬拜 其实他们是来什么 来来 捣乱的 他们是来捣乱 来菜场的捣乱的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长老 我还记得 应该是姓林一个台湾来的一个长老 就去那边看他们讲 Please please Don't come inside here Please don't come inside here and play Please go up 就是告诉他们说 很客气的跟他们讲 你们也没有大事的吗 他们就说 请你们不要来这里玩 这里是教会 所以他在这里 你们就要去别处 就很客气的 真的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我们看到基督徒 在这样一个国家 文明的国家 也会被人羞辱 所以这些种种的情况 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会发生 然后第四 经济片座皇冠 戴在他头上 跪在他面前 戏弄他 就说 恭喜恭喜 犹大人的王啊 这个是什么 喜笑他今王的身份 有没有 第四 就是 涂抹在他的脸上 为止打他的头 就是不认耶稣基督的救赎 然后你是救赎啊 OK 在你的身上 你是王啊 然后你是王 呸 他就是 吐 涂抹在他身上 当你 不承认一个人的时候 你是警察啊 呸 你是 你是什么 什么 官员啊 呸 你这样的意思就是怎么 什么 就不认他的工作 不认他的身份 不认他的权柄嘛 对不对 然后第五 就是带他出去 要他钉死之架 这个就表示他们完完全全 要看到耶稣死 拒绝耶稣基督 我不管你是真的王 假的王 总之我要把你钉死就对 所以你看 人用各种方式 戏弄耶稣 彻底的羞辱耶稣 然而耶稣怎么样 他好像将宰的羊 以赛亚书有没有想 将宰的羊 带到这个被杀 这个将宰杀之处 有没有 所以然而耶稣 还是不开口默默忍受 默默无声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那个 无恨无悔 他也没有生气这些人 揍弄他 因他这样的受羞辱 弟兄姐妹 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的感受如何 他这样的受羞辱 他我们怎么样 我们有没有因着耶稣这样 而真心的归向耶稣 彻底的悔改 因着耶稣为我们受羞辱 使得我们将来不必再受羞辱 不必走进永恒的灭亡 反而得永生 因为他已经替代了 我们受的这一切 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 耶稣灵验受灵路 你看他背十字架 上十三节说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 各个他 意思是 胡楼地 胡楼地 那很多专家传说 说耶稣被钉死 这个地方 是城外 耶路撒冷城外 当然现在 他是在耶路撒冷的范围 因为有 耶路撒冷旧城 还有耶稣的新城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是 2012年 当我们到 以色列的时候 我把它拍下的 这个地方 他们传说是 这是耶稣被钉死之家的地方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山丘 他们说胡楼地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拍这个大章 好像一个胡楼 对不对 两个眼 一对眼睛鼻子 还嘴巴 真的很神奇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是当时人 进进出出的地方 因为是城外 所以凡是来到耶路撒冷 都会经过 进进出出 清楚楚 那耶稣被羞辱 罗马兵不只是羞辱他身体上 羞辱他的情感 他羞辱他的emotion 那罗马兵戏弄他 主要是羞辱他 所以除了当时的强盗 然后耶稣左右边都有强盗 还有当时现场的祭司 文师 甚至路过的人 因为刚才我已经讲了 他是在城外 所以有人来耶路撒冷 经上的有 经经处处的商人 就是好像一个 现在已经是一个巴士站了 很多年的 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巴士站 但是当时是一个小型的巴士站 就是很多人走过的地方 所以他们故意把耶稣盯在那边 就是让人来计较他 让人看到他是那个无人 你说你是王是不是 那我们让人看一下 你是王啊 你看你这个王这么无人呢 这么软弱的 毫无反抗力量的 就像一个失败者 哪像个王 哪像一个救赎主 对不对 这里看 因为他受的大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变伤 我们得一致 是的 弟兄姐妹 以赛养已经一言的 耶稣基督呢 甘愿受欺凌 甘愿受凌辱 为了是要救赎我们的罪 把罪从我们救赎出来 所以他为了我们 他爱我们 受灵愿受羞辱 所以好叫我们可以免去一切的羞辱 一切的羞辱 人我们犯罪本来我们该受羞辱的 但是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受的羞辱 最后两项 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呢 他被钉了十字架之后呢 他就大声的说 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达尼 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 为什么离去我 你看耶稣基督有多么的不担 但是耶稣基督大声喊叫之后 他的气就断了 然后我们看到啊 忽然间跌你的曼子 从上到下裂开两半 然后这里还形容 地就开始枕动 磐石也崩裂 然后路教福音也有形容 23章45节说 热头也变黑了 弟兄姐妹 因为耶稣的死 为什么天地有如此大的反应 地整呢 而地里的磐石也崩裂 天地这么大的反应 是不是要见证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死呢 也有可能 那圣经没有明明讲得很清楚 是这个原因 但是我深深的感觉 天地响应 天地呼应 天地也不容 人怎么样 会把这位爱我们的救主 钉在指甲上 但是这是耶稣基督 必经过的一条道路 那耶稣没事 他就没有办法复活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 就说了一句话 沉了 所以地上的亲王 他完成的救赎 为我们受痛苦 最后55节到66节 是讲到耶稣怎么样 被埋葬 有没有 他被安放在新的坟墓里面 那我们看到 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说 我当了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 第一就是 基督造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的 然而埋葬了 又造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 那这个就是 耶稣基督救赎真理的很关键 耶稣基督死了吗 有死 真的被埋葬了 然后复活起来 所以一直以来 人类呢 都想办法要证明 耶稣基督不曾死去 也不曾复活 所以 他要证明他不死去 就不能够证明他有复活 所以 最终这些研究 这些 的论点 都无法得逞 因为耶稣基督是彻彻底底的死去的 也彻彻底底的复活 使到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得以改变 所以今天你跟我的生命 可以得到改变 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 弟兄姐妹 我们要感恩神 今天你跟我 可以蒙出耶稣基督的恩典 所以我们看到整本 马太福音快要结束了 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君王 他谦卑来到降生在马朝 然后呢 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什么 为了爱你跟我 今天早上 我们好不好 好好的爱耶稣 我们一起来祷告